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导 西方官员表示 中共正在位于泰国湾的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北部 秘密建造一座海军设施 专攻中共军方使用 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方登表示 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原本在这个区域 所没有的兵力投射能力 除了柬埔寨 目前中共已经拥有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也就是位于东非极部地的海军设施 而前美国印太司令部顾问 美国企业研究所临时研究员赛耶兹指出 索罗门群岛也可能是中共军事化的目标 今年3月 索罗门群岛与中共签署安全协议 虽然索国政府否认这项协议 会让中共在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但西方官员指出 有证据表明 中共正在制定计划 并已经派遣技术团队到索罗门群岛 以勘察设立设施的可能性 美国五角大厦2021年11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军力报告 指出中共正在寻求更多的军事设施 以支持海军空中地面网路和太空的兵力投射 考虑的国家包括了柬埔寨 缅甸 泰国 新加坡 印尼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肯亚 塞席尔 坦尚尼亚 安哥拉和塔吉克等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其林 胡宗翰 综合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